这个小秋12岁就开始练这个花剑 而且得了这个全国冠军 跟恩师开始学习 一直到今天吗 中间的话 因为家庭的缘故吧 也离开了一段时间 高业的时候 08年 然后父亲得了癌症 然后也去世了 第二年 09年的时候 母亲因为工作劳累 然后导致了老出血 那时候为了生活 没有办法就是暂停了学业 然后拿起我的剑子 到外面去做培训 以这个来赚一些生活费 那什么时候情况 就有了一些好转 重新又开始 燃起了上学的这个念头呢 就是到了2011年的时候 深圳办了一个 深圳大学生运动会 也借这个运动会的契机 当地的这个教练 陆老师 陆学员老师找到了我 他觉得应该把这个剑子 重新拾起来 那时候就听了他的建议 我就把母亲带到了深圳 到了深圳之后呢 第二年考上了武汉体育学院 我妈妈陪伴我 独王的四年大学 现在妈妈的情况 就是是个什么样子 我妈妈前两年 就是因为病情复发 已经去世了 对不起 其实说真的 我可能没有办法 就是去想象一个 90后一个大学生 带着自己的母亲 然后要维持生计 然后自己还要承担 各种课业的压力 所以我觉得 林强真的很了不起 对 让我们看到了90后 非常有担当的一面 对 给这个家族带来更多的光明 同时它也其实也传承着 和继承着我们传统的 这个发建项目的希望 今天你来到我们这个 群演会的舞台上 我们分享了你的 过往的很多的过程 我们其实也给你请到了 一位你当年的 很好的一位朋友 能猜得出他是谁吗 是我天敬的朋友是吧 对 有没有期待 有一些师兄师姐 好 接下来我们来 拭目以待看看 请上的到底是 哪几位神秘的嘉宾 有请 邱老师 邱老师你好 你好 这是我的师兄 欢迎您 我身边这位的是 天津的四大名腿之一的 邱明德老师 您好 这就是四大名腿 其中的两条腿 旁边这位的是我的大师兄 叫吴富元 那翘儿今天来了 我想问一下您 怎么就是评价一下丙强呢 百现孝为先 他是一个最孝顺的孩子 最重要的一个品 就是一个 再一个 就是他对推荐子 他很下功夫 你休息我不休息 我还照样训练 大师兄跟邱明晨 接触多吗 当年学习的时候 他从刚开始入队的时候 就是跟着我们一起去训练 和别人 就是完全有一个不同点 可能就是天赋 包括他的有远性 协调性 他这方面就是特别的优越 然后再有一个 就是他对花剑的专注 因为我的剑坏了 都是由我们老师去修理 然后丙强再通过学习花剑一年 他自己去钻研 然后亲手去制作花剑 这个剑都是丙强做的吗 这都是我自己做的 都是自己做的 哇